我今年十八歲 我喜歡梅姐大概兩年半的時間 一年去三次 她生日、離開那一天 出道那一天都會去拜訪她 帶一束花 她喜歡喝可樂就帶一束可樂 然後去到上枝香 梅姐的性格很吸引我 她的實力很有台風 唱歌很厲害 拍戲是一個很全能的藝人 我最喜歡她的婚紗 真的很感動 我是Heidi 我是00後的梅姐粉絲 有此以後無從愛別人 我在2019年5月 4、5月那時喜歡她 因為我爸爸 播了梅姐和哥哥的《魔畫絕代》給我看 到第二天去維基百科 搜尋一下她的資料 原來她在2003年死前 就開了一個演唱會 很令我震驚 因為她說嫁給舞台 很感動 所以就喜歡她 我將我自己 嫁給音樂 嫁給你們 那時候作詞的人很厲害 作的歌詞很漂亮 旋律又很聽 如果我最喜歡她的歌手 應該是《刺事故人來》 她唱這首歌的時候 會有動作 很喜歡動作 她會十年後傷傷 很棒 十年後傷傷 萬年後堆低 只行看法到 十年後傷傷 只可以靠 以前的報紙、雜誌 追回她以前的新聞、訪問 看她以前的演唱會 錄製了那些 因為我沒見過她 我也是靠老一輩 有接觸過《梅姐》的說回給我聽 見粉絲時的對話 會跟我說 我又怪自己 為何不出生 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如果出生在那裏 就可以看到演唱會 但是 想心一層 我03年出生 因為03年是她離開那一年 我03年出生 是現在喜歡《梅姐》 我覺得也是一種緣分 這個 都是那時候的歌迷給我的 它有名字 但現在也有少許失敗 不過也很有紀念壓力 可能這個是 我和《梅姐》最近的接觸 藝人梅艷芳因為癌病惡化 肺功能失調 凌晨2時50分在養和醫院病逝 這份報紙是她當年出生 當日出的報紙 我第一次看這份報紙 我覺得當時的相片很清 因為我第一次看《梅姐》的相片 都是比較忙的 在電話上看 這份報紙 我也很珍惜她 因為現在真的不能賣 我特地開一個IG 希望有更多的歌迷 可以和她分享關於《梅姐》的東西 令更多人認識到她 我希望年輕那一輩 00後出生的 可以更加認識到 當年的樂壇巨星 可能當我不開心的時候 看回《梅姐》說的一些說話 好像她2003年演唱會中說過 只要有信心就沒有難事 也很令我對任何事情都不要放棄 現在暫時 先注重在學業上 因為梅姐也很希望她的歌迷 會完成她自己的學業 所以我會努力 繼續讀好些書 可能梅姐會開心 好 好 拜拜